各位朋友大家好 首先简单的为大家介绍我们供修的内容以及今天的概要 那么第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要感恩顶礼诸佛菩萨 第二部分呢 为我们的师父念大悲咒一遍 第三部分由我为大家诵读白话佛法第一册的前四次然段 那么再往后呢 就是串联分享佛言佛语 及摘露师父相关开示 那么现在开始呢 我们自己在手机前或者电脑前 可以祈求和感恩诸佛菩萨 以及为师父念大悲咒 稍后我们继续读诵部分 感恩大家 各位朋友 接下来为大家进行第三部分读诵部分 祈请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慈悲 请保佑我们供修白话佛法 破迷开悟 能够理解佛法的真实含义 感恩观世音菩萨 白话佛法第一册第一课前四次然段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 佛法教育就是要恢复我们本有的智慧德能 大家要知道修行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要用真心和自己的行为去修 要学会修掉自己身上那些无名习气 不要把那些不好的习气留在心里和人间 要学会和私心抗争 去除私心杂念 要修正自己对宇宙人生错误的想法 说法 看法和做法 修心要修清静心 清静心比什么都重要 心清静了 所有的妄念执着 邪知 邪念都会破除 清静心能生智慧 心清静了 身就清静 身心清静 人的境界就清静 人人平等 这个平等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非常重要 这世界上没有绝对平等的事 从表面上来讲 很难做到人人平等 其实这个平等 是建立在原始心灵的基础上 要用心来平衡 平等心是要用后天的心理来调整和弥补 要学会用智慧来化解心理的障碍 比如大到社会 有的人就很幸运 而有的人就很凄惨 贫困潦倒 找到家庭 在一个家里 先生和太太付出的少或多 其实都是对平等性的考验 孝亲尊师 为什么要把孝亲和尊师放在一起呢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你们都要懂这个道理 为什么要把亲和尊 放在一起 你们要知道 师父是用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来召开你们 用自己的气场来帮助和保护着大家 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有些事情连自己的父母都无法做到的 但师父做到了 虽然父母养育了我们 但是是师父引领我们走上佛道 救度了我们的灵魂和人生 许多人生了灵性病 自己的父母不一定救得了 但是师父可以救 就像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一样 这里的诗并不是只指师父我卢君弘 而是指所有引导我们走正道的佛菩萨 孝敬是性德 唯有性德才能开启我们的自信 师道是佛陀的教育 师道是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 没有孝道就谈不上师道 人人必须做到尊师重道 唯有尊师重道才能成就道业 建和同解 就是建立共识 人与人之间要用真心来相处 不要用忘心 因为人的忘心是变化无常的 只有真心启用才会建和同解 真心里面没有忘年 要学会放下自己所有的分别执着 譬如今天有两个弟子 在讲话当中不一样 意见不同 那么应该怎样实现建和同解呢 要用菩萨的智慧来化解分歧 如果你们把这点学好了 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化解不同的矛盾 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其实就是要达成共识 当你遇到事情时 有了共识才能实现和解 在这里要强调一下 解并不是让你们来压制自己 任何的生气都不要压制 要学会把它化解掉 再来为大家分享第四部分 串联分享 佛言佛语 及摘露师父相关开始 第一部分 佛法教育就是要恢复我们门有的智慧德能 问题一 白化佛法的究竟意义所在 摘子广播讲座第一册第一课 白化佛法就是用佛法的理论 指导我们现实的日常生活 帮助我们解决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佛法要用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要学以致用 有些听众学佛已经很多年了 有一定的基础 而有些听众则刚开始学佛念经 所以台长选题时会有潜入身 有所坚固的 台长首先给大家讲讲佛法对宇宙的理解 很多人以为信佛是年龄大的人的事情 其实信佛是宇宙间的一个大真理 从信佛到完全开悟 就是大觉圆满 也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成为佛菩萨 学佛法就是要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理解了宇宙空间的运作之后 得到的就是智慧 有些听众问我 学佛法是为了什么呢 我告诉你们 学佛法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求平安身体好 学佛法的最终目的是要得到大智慧 只有有了智慧才能够断烦恼破无名 佛菩萨把我们人道称为烦恼道 人从出生开始就有烦恼 比如身体不好了 家里钱不够用了 孩子的教育培养等 各种烦恼会伴随着人的一辈子 学佛法就是帮助我们开智慧 断烦恼破无名 和尚和尼姑修的是初世法 台长教的这个法门 就是让大家把在人间的生活过得更好 要记住 人类思维的最高境界就是智慧 问题二 佛理与佛法的区别 摘自问答节目2017年3月5日 听众说 师父 当时您在弟子福道开示上 说过佛理与佛法的区别 您说佛理是人生哲理和道理 佛法是对人生的认识 弟子比较愚痴 不是很清楚 一直以为佛法佛理是一回事 我问了几个同修 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请您具体开示一下好吗 师父答 佛法是人生的哲理 佛的方法教导我们好好做人 教导我们好好在这个世界上活着 教导我们怎么样懂得伦理道德 怎么样顺着天去做一些事情 就是人家说如理如法 这是佛法 佛理是什么 是你的一种理解 你对佛法的理解 你对佛法的理论的一种理解 是促进你思维转换的一种根据 因为你通过佛法的理解 你转换了世界观 所以你才会彻底变个人 当然不一样 听众说 哦 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都以为是一样的 师父不开示 我们什么都不懂 师父说 我不讲的话 你认为 咸菜和青菜 和青菜都是一样的 因为青菜 腌一下就变成咸菜了 哪一样的 已经是质的变化了 问题三 佛法在人间是什么 这次 白化佛法第九册三十篇 要以人间的佛法 让周围的人全部醒悟 这句话很简单 就是以身作则 想想看 你们能不能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就是这样 佛法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师父考考你们 佛法在人间是什么 三个字 大智慧 只要佛法在人间 你就必须要有智慧 如果没有智慧 你就根本没有拥有佛法的条件 智慧是什么 那就多了 比如忍辱 听别人讲啊 不跟人家争斗啊 所有的这些 全部叫智慧 问题四 关于佛法在人间的开示 这次问答节目 2012年1月14日 听众说 伯克里说 佛法在人间 这句话意思 是不是因为人道 就是烦恼道 所以佛法在人间 那么天人 不是也修的吗 是不是也跟着佛法在修啊 师父答 就是你跟哪一个天有联系 你就修哪一层天 举个简单例子 你在大学里读物理的 那你肯定跟着物理学 你做医学的肯定跟着医学教授学 听众说 对 师父说 到了天上 你是学佛的 那你还是跟着阿弥陀佛 跟着释迦牟尼佛 跟着观世音菩萨学 如果到了天上 你是西方教的 你还是跟着耶稣 听众说 那佛法在人间 是不是 意思就是说 人道的人特别需要学佛法 师父说 佛法在人间 就是你们天天 现在看到这么多庙 佛法不是在人间吗 你们天天看了这么多的书 念了这么多的经 不是佛法在人间吗 同样从其他的宗教来讲 他们也可以说 天堂在人间 他们也可以说 耶稣复活了在人间 他们也在救人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法门 不同的道路 走到不同的地方 叫异曲同工 到了最后一个顶点 就是最上面的亭 就是这样 听众说 好 谢谢台长开示 问题五 读白化佛法的窍门 这次问的 节目2016年4月15日 听众说 看师父的白化佛法 看的时候 明白这个道理 看完之后就忘了 是不是 白化佛法的智慧 已经进入到了80天中了 怎么看白化佛法了 佛法的智慧 更容易进入80天中呢 师父答 当时看的时候 感觉很舒服 感觉很懂 实际上已经进去了 虽然当时你看完之后 讲不出来 台长这次在星期三 给弟子开示的时候 我讲过 先要听 听很容易听进去 接下来 读 看 听 读 三个一起来 如果不读的话 你甚至写也可以 读和写 两个选一个 听是必须的 听众说 是不是看白化佛法 以后要先听一遍 然后再看或者是读 师父说 对 你看归看 看了之后 三选一 再加上一个入 入是什么 就是进入 三个叫小翘 开小翘 翘门的翘 人家说 这个人开翘了 三个里面选两个 然后再加上一个入 正式进入你的八十田中 听众说 师父您说的这种方法 佛法的智慧 就更容易进入我们的八十田中 是吗 师父说 对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看了一篇白化佛法 你听不到 对不对 你就先看 看完之后读 那么就进入了 你先看或者听 你也进入了 听众说 师父 有时候读完白化佛法之后 写笔记 这也是个好的方法吗 摘录笔记 师父答 这个更好了 记录笔记的话 是写 抄写 为什么过去 学佛里边 有抄写经文呢 抄写经文是好事情 抄写的对了也很好 把它写下来 更容易进入自己的八十田中 但是写错了呢 你这怎么处理啊 很多人把经抄得乱七八糟 那你做一件事情 非但没有好事 还有业症 你说怎么办 听众说 直接摘抄可以吗 就是摘抄佛法里的 师父说 可以 摘抄的话也有功德 你们现在在网上打 不叫抄吗 听众说 是的 读白话佛法 还真是有讲究 并不是这样看看 师父说 太有讲究了 一边读 一边撕 也是窍门 然后再入 读 撕 入 也是小窍 开的小窍门 问题六 学佛不是单单念经 每天一定要看白话佛法 摘抄问答节目2017年10月20日 听众说 容易陷入自己内心思维里面出不来 这个如何对峙啊 师父答 很简单了 就是你平时对佛法的理解还不够 对佛法的哲学观还理解不够 最好平时不停的每天要看至少一篇白话佛法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你们学佛一定要看白话佛法 不看你们会迷失方向的 单单念经没有用的 过去有很多人后来不精进 就是因为他没看白话佛法 他不懂 认为念念小房子就好了 一看念小房子没有效果就退转了 退转之后他好一点了 他说我退转也蛮好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没退转之前念的功德 最后给他一点好处 他觉得蛮好的 过一段时间 啪的一下子掉下去了 出大事了 全部都是这个结构 明白了吗 听众说明白 第二段 第二段一个连自己的习惯和自己身上各种各样的能力都不知道 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的人 他怎么能够了解佛法 真正的学会认识自我 你一生才能把人做好 师父今天跟你们讲 不是单单说做佛就是做人的话 你也要认识自己 我身上有多少缺点 我这个人耳朵很软 我这个人喜欢把别人的话传过来传过去 我这个人总是什么事情还没真正的了解就已经开始做了 那么这就是人的毛病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一定要了解自我 然后才能驾驭自我 做到驾驭自我之后 才能拥有无我 把自己忘记 学佛人肯吃苦 念念为别人 一切为众生 就像一个母亲在家里 脑海里想着总是自己的孩子 总是别人 所以母亲吃了苦 她的心向着别人 才得到别人的尊敬 懂得为别人想的人 本身就拥有了一个无量的境界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 佛言佛语的第二段 以及师父的相关开示 二 要学会修到自己身上那些无名习气 不要把那些不好的习气留在心里和人间 要学会和私心抗争 去除私心杂念 要修正自己对宇宙人生错误的想法 说法 看法 和做法 任何人学佛 要从真正的认识 自我开始 你不认识自己的话 就不能找到自己身上的业障和因果 摘测白话佛法 诗品第一集 能够让大家开悟明信 那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 有时候总不认识自己 我们有时候可以认识别人 但是不能认识自己 就像一个人一样 自己有很多的毛病 自己都不知道 当别人告诉你的时候 你才慢慢知道 哦 我还是这样啊 实际上 你不认识自己的话 就不能找到自己身上的业障和因果 所以任何学佛人 要从真正的认识自我开始 你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量 有多大的能力 去做某一些事情 你今天到底胃口有多大 你今天能够做什么事情 了解自己 你才能了解别人 你们交朋友当中 有的人一开口 就是讲自己的 讲自己的感受 讲自己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人没有无量的境界 能够放下自己 才能真正的了解众生 第三部分白报 佛言佛语 平等是建立在原始心灵的基础上 要用心来平衡 平等心是要用后天的心理来调整和弥补 要学会用智慧来化解心理的障碍 问题一 财长师父对平等心的开示 再次问答节目2015年11月29日 听众说 白话佛法讲 菩萨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没有分别心 那我们平时接触同修之中 因为缘分关系 有几个志同道合的好友 是否有伟菩萨的平等心 师父答 菩萨的平等心并不是讲这些 菩萨的平等心 是大家在共同的一个起点上 可以共同学佛 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那当然不平等的 如果平等心的话 那天上为什么还有上等上品 上等中品 上等下品 听众说 是的 师父说 为什么人生出来 有的人很富有 有的人很穷啊 为什么有的人生出来就残废啊 那菩萨说 不平等心啊 不是这样 是叫你看人平等 然后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 大家都有这个权利来学佛 这是平等的 学佛是平等的 听得懂吗 听众说 明白了 谢谢师父此为开示 菩萨和台长师父 对众生的心是平等的 这次问答节目 2016年8月26日 听众说 师父 菩萨救度众生 平等无分别心 但是菩萨和师父的法身 也常常去有些同修的梦中点化加持 次数也相对较多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菩萨的这种平等心和无分别心呢 台长师父答 本身就是你有分别心 你才会问这些问题 你相信菩萨没有分别心的话 你就不会问这些问题了 对不对 你说说看 菩萨给这个人多加持 菩萨会有分别心吗 肯定这个人很努力 这个人不努力的话 怎么可能 听众说 是的 师父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点化只是一种表现形式 是外向 其实菩萨和师父 对众生的心是平等对待的 这才是实相呢 师父说 对 其实师父对每个孩子 我都很爱的 老妈妈 老伯伯 我更爱 因为我看到老伯伯 老妈妈 他们这么晚才开悟 他们更难能可贵 而且看看他们 我就心痛 因为他们活在人家的时间 到底比年轻人要少啊 听众说 对对对 师父说 所以师父就是对他们特别好 很多年轻人还嫉妒呢 为什么师父老对年纪大的人这么好 他活得长还是你活得长啊 听众说 不能这样想 师父说 对 他这么想 师父有平等心 他没有平等心 四 孝亲尊师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师父 是要用自己的精神和灵魂照看你们 用自己的气场来帮助和保护着大家 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是师父引领我们走上佛道 救度了我们的灵魂和人生 孝敬是性德 唯有性德 才能开启我们的自信 师道是佛陀的教育 师道是建立在孝道基础上的 没有孝道就谈不上师道 没有孝道就谈不上师道 人人必须做到尊师重道 唯有尊师重道才能成就道业 一 尊师重道是大愿 何谓尊师重道 这次问答节目 2019年11月24日 听众说 师父讲过 尊师重道是大愿 我们拜菩萨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许愿说 今生一定一门精进 尊师重道 师父答 你今天讲了 我就告诉你 你要是许个愿说 尊师重道的话 其实很容易做到的 你要是许一个 尊师重道的愿 那是个大愿呢 很多人的身份 处于很危险的情况 都能用这个愿力 来抵消很多业障的 很多人都不懂 不会用 所以你今天讲了 我就告诉你 听众说 之前在法会上 您说过 许愿清修 可以敲三分之一的业长 那许愿 尊师重道 有没有一个 大概的概率 师父说 也差不多 比他还大呢 尊师重道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尊重你的老师 你是不是学习 就学得更好 听众说 是的 师父说 如果你今天学佛 你跟着师父 你连师父都不承认 你这个佛法白学了吧 听众说 对 师父说 你说这个能量大不大 听众说 大的非常大 师父说 就是等于 比方说 我今天归于 观世音菩萨学佛 你尊重观世音菩萨 尊师重道 你说 这个功德大不大 如果你不跟着 观世音菩萨学佛 你是不是已经退转了 是不是自己已经懈怠了 那你还有什么功德 什么功德都没了 变成福德了 现在知道尊实重道 为什么这么重要吗 现在很多人不尊实重道 不管哪里都是这样的 吃大亏的 很多人都出大事了 知道吗 听众说 哦 就是因为尊实重道 做得不够 师父说 你说呢 听众说 是的 师父说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 爸爸妈妈把你养出来 你妈妈含辛茹苦的把你从小养大 你不尊重自己的爸爸 不尊重自己的妈妈 是不是也和不尊实重道一样啊 你不遵守孝道 没有孝道 跟尊实重道一样的概念 但是尊实重道 比孝道还要厉害 明白吗 听众说 明白 师父说 很多人不懂 所以很多人不懂 你要是实在没愿许 你还是跟着师父 很尊重师父 你这个愿力 就可以消掉你很多业障了 听众说 好的 如果我们许愿 尊实重道 生活中要注意什么 师父说 第一 不能怀疑师父 对师父要尊敬 师父讲的东西 先好好学 先要自己很开心 不理解的 也要好好的慢慢研究 师父是不是讲的对啊 比方说 我们小时候读书 老师讲的东西 你要听吗 听众说 要的 师父说 老师跟你上课 你什么都怀疑啊 你说这个同学 还学的好吗 还上的好课吗 听众说 学不好 有一次 您周三弟子开誓 下边有师兄坐着的时候 他就双手交叉在胸前 当时 当时看觉得挺别扭的 像这种 如果他是弟子 是不是也属于不尊实重道 师父说 对了 如果他有意的 那就是不尊实重道 如果他无意的 那么要好好教育他 如果教育过之后 又忘了 那就是不尊实重道了 听众说 哦 我看到 只要师父一过来 东方台师兄都是鞠躬 鞠到九十度 非常非常的虔诚 看到他们在尊实重道上 是我们的榜样 师父说 对呀 你想想看 过去学堂里边的同学 看见老师过来了 也是这么鞠躬的 尊重啊 你说 对人家鞠躬 老师是不是教你更多的东西 听众说是 师父说 不要说老师了 就是到饭馆里去 你冲服务员客气一点 服务员给你点的东西也好一点 或者冲厨师好一点 你冲你老婆鞠躬 说不定你老婆帮你烧的菜 都更好吃 对不对啊 听众说 对 明白 师父说 不要磕头就是了 一磕头人家就帮你背了 听众说 好的 如果同修修得很好 让师父很开心 很欣慰 是不是同修就有功德了 师父说 哎呦 大量加持 如果师父对这个孩子特别满意 你想想看 这个不是尊重道的问题了 这是法喜充满呢 让师父法喜充满的孩子 你说说看 能不加持吗 听众说 是的 那同样 如果有时候 这孩子不听话 您训斥他 他不接受 或者他做一些事情 让您很不开心 他就会有业障 对吗 师父说 你说呢 如果一个老师 跟一个同学说 叫他好好的 他就不好好的 你说这个孩子 有没有缺点 有没有业障 听众说 有 二 尊师重道 孝顺的人 菩萨会特别的加持 该次问答 节目2018年8月3日 听众说 我反馈台长 帮两位同修 看图腾后的事 一个是灵性 加在身上投胎 就是一个手不会动了 他在新加坡法会之前 也蛮急了 后来打通师父的电话 帮他看了 给他200多张小房子 在他法会之前 他手好了 开心了 去法会做义工了 还有一个是 帮同修看到家里 有一个狐狸精 也超度走了 他原来只能在外面念经 不能在家里念经 他开心得不得了 感恩师父 师父答 你要记住了 你只要好好念经 感动天地 一切都会转变的 听众说 对的 我特别感动 我特别有体会 这么低的水平 跟着师父学 结果真的懂了 好多道理 师父说 菩萨是平等心 又不管你水平低 水平高的 他是一是同仁教育你们 因为菩萨知道 你们皆具佛性 听众说 是的 我儿子也在修 我跟儿子说 师父水平相当高 就像我们这种 没有水平的 他也耐心回答 真的是 呕心沥血在帮助我们 师父说 对呀 听众说 我们不会辜负您的 真的感恩师父 师父说 对呀 所以要做个好弟子 做个好弟子 菩萨会很爱你们的 很多人成为一个对师父很孝顺 对父母很孝顺的人 感动天地 菩萨就特别的给他加持的 为什么很多人说 哎 他怎么一天到晚这么幸运呢 他尊师重道啊 听众说 对的 要新成 师父说 不尊师重道的人 你去看看 对不对 提婆达多 害佛陀 最后下地狱了 听众说 师父说的对 要新成 要老老实实念经 师父说 要新成的 你连师父都不尊敬 你还学得好佛大 就像我们小时候读书 你连老师都不尊敬 你读书读得好大 听众说 是的 所以我长进了蛮多 感恩师父 师父说 你长进了不是一点点了 听众说 一个无知的人 师父说 无知的人 现在就变成有知的人了 听众说 感恩师父 五 见和同解 就是建立共识 人和人之间 要用真心来相处 不要用忘心 因为人的忘心 是变幻无常的 只有真心启用 才会见和同解 真心里面没有忘念 要学会放下自己 所有的分别执着 怎样实现 见和同解呢 要用菩萨的智慧 来化解分歧 就是要达成共识 当你遇到事情时 有了共识 才能实现和解 解并不是让你们来压制自己 任何的生气都不要压制 要学会把它化解掉 一 意见不同时 如何解决问题 语言是智慧的结晶 如何更圆融 这次问答节目 2016年6月10日 听众说 师傅 您开始过意见不同 一切都以 一切都要以出发点和为主 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来解决问题 可能你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了 请问师傅 这个好的出发点 具体指的是什么 师傅答 出发点就是不要伤到人家 做任何事情 出发点先不要伤到人家 那就不会吵架了 自然是合了 你今天讲一件事情 知道对方是反对的 你要考虑怎么讲 不要去伤害到他的理念 把你的意思表达出来 那你就叫有智慧 听众说 师傅 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现实中跟别人交流 又没有做到见和同解 还是有矛盾 就是自己方法不对是吗 师傅说 对 比方说最简单的事情 今天台长跟你两个人 我知道你不肯出去 台长想出去 那怎么办呢 不能说 我知道你不想出去的 但是我今天还是要讲 我一定要出去 那吵架了吧 应该怎么讲呢 今天天气非常好 前几天一直下雨 其实能够出去走一走的话 对身体健康也好 而且晒晒太阳 对身心也好 我不知道这个意见你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同意 这样一讲 不就过来了吗 听众说 哦 说话太有学问了 师傅说 那当然了 语言那可是一个最高境界的智慧的结晶啊 你看那些选总统的人 他不就是靠语言吗 不要忘记 他靠语言可以当上一个国家的元首总统 听众说 对的 那怎么样在语言上能够圆融 师傅说 智慧 听众说 智慧跟生活经验有关吗 师傅说 有 跟经验生活有关 和接触的人有关系 很多人过去不大会讲的 他就天天被台长做节目的那些内容 背了之后 他现在嘴巴里出来一套套 全是台长的东西 人家不是第二个卢台长法臣出来了 对不对 现在很多人上去跟人跟人家讲一套一套的 哎呦 你怎么会讲这么多的 全是卢台长这里的 只不过他背出来运用了 又不是专利 台长的话 你拿去 用好了救人 台长又没有版权的 听众说 对 感恩师傅 二 剑和同姐 僧团的六合镜在家 修行人也应一较奉行 这次问答节目2017年9月10日 听众说 师父 您在白话佛法里面提到建和同姐 原来这个建和同姐就是僧团六合镜之一 师父能不能给我们开始开始 六合镜第一 身和同住怎么理解 师父答 主要是说僧团要保持意念一致 精进一致 守戒一致 大家团结一致 能够相互理解一致 实际上就是这些 就是佛陀当年希望僧团当中 大家不要相互有意见 因为当年佛陀在的时候 僧人跟僧人之间也会有意见 佛陀经常教育他们 所以才讲了六合镜 六种和谐的镜 听众说 僧团这种六合镜 是不是也适合我们同修呢 师父说 完全适合 其实我们很多同修 就等于没有出家的僧人了 我们现在守戒 很多人不邪淫 没有淫欲了 还有些人完全吃素 念经 守戒 红法度人 他跟僧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听众说 对 师父说 都是一样的 在家僧人嘛 听众说 对 师父 其实这个六合镜 我们也是作为一个样子来照着 师父答 依教奉行 都是佛陀传下来的 佛教的教法 所以大家必须依教奉行 听众说 对 谢谢师父 慈悲开始 接下来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第六部分 互动答题 摘取本文中的问答题 简短编语记忆 那么在线的佛友们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记忆 对我们前边已经送读过的部分 一定要加深印象 甚至能够把它背下来 因为在你的现实生活中 你会应用到 第一点 佛法是什么 是恢复我们本有的什么什么 第二点 修行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要用什么和自己的什么去修 第三点 修心要修什么心 第四 见和同解是什么 第五 什么是佛陀的教育 什么是建立在校道的基础上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几条 能够真正的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随时每天大声读一读 大声读一读 读出声来 对我们加持 以及自我的记忆力增强 都是非常好的帮助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第五部分 佛言佛语的摘录 属于单纯记忆的 不串联也不分享 第一 修行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要用真心和自己的行为去修 二 修心要修清静心 清静心比什么都重要 心清静了 所有的妄念 执着 邪知 邪念都会破除 三 清静心能生智慧 心清静了 身就清静 身心清静 人的境界就清静 感恩各位佛友 希望这三条 大家能够用你的笔 记在你的小本上 能够随时能够看一看 真正的学习到 进入你的八十天中 因为 演过千遍 不如首过一遍 当你写的那一刻 就能够进入你的深层记忆当中 非常感恩大家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第七部分 总结本次学习重点 第一 理解佛法的重要性 佛法在人间 行住坐卧 无不是佛法 举手投足 无不是修行 二 尊重师道 依教奉行 唯有尊师重道 才能成就道也 尊师重道应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当听恩师言 二 当礼恩师心 三 当思恩师苦 四 当助恩师道 五 当随恩师行 六 帮助恩师心 七 当事恩师佛 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台掌师傅 感恩各位佛友 共同学习白话佛法 请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加持我们能够断凡尘思维 破迷开悟 理解佛法的真实含义 超凡成胜 感恩大家的耐心聆听 接下来大家可以把我们的互动问他节目 可以按照自己记忆力多少 可以反复练习真正的记在自己的心里 行在生活中 感恩大家 感恩大家 期益 已经